1983年7月19号 邓公找来了公安部部长刘富之当场通提 你们公安部手太软 四平八稳地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随着邓公的一声凌下 全国展开了新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规模空前的三年演打 五个犯下累累罪行的高干子弟 被判处了枪决 19.7万个犯罪团伙被打掉 86万团伙成员被捕 这次证明了王子犯法与树公同罪 不是一句空话 只要你违反了法律 即使是王侯将上也要演唱不代 本期节目 咱们就来讲一讲 邓公为何要严打 83年的严打到底有多么的及时 当年邓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语众心长地说 我们保证最多数人的安全 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在邓公看来 当时国内的治安情况 想要严厉整治不亚于一场战役 要求每个大中城市 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这样的严打战役 邓公对于犯罪分子的心理看得很通透 他们都在看风向 如果打击犯罪还是软弱无力 处理不严 坏人的气焰还会涨上来 正是这一次力度空前的严打 让中国的治安状况得以迅速恢复 恶性案件数量骤减 达到了杀人周先的效果 威慑住了那些萧小之辈 让他们畏惧法律不敢再顶峰作案 在1996年2001年又实施了两次小规模的严打 为稳定社会治安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如果不是邓公及时出手 哪有我们如今幸福安定的生活 还有让人羡慕的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的称号 让很多老外来都流连浪犯 为一心为民的邓公点一个赞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童童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